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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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由立法院院长同时也是这次筹飞会的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来致辞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及全国富龙兄弟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今天新同中华民国九十二年光辉灿烂的双十国庆 本人仅仅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此动力厉害的努力不懈地复老兄弟姐妹们 智商会崇高的敬意 祝福 来自于近年来国家的情势 我们不仅外招全球性经济的不景气 内有国内政局的变动温扰 对顺者如SARS疫情打击的困境 好的各位观众 目前整个的庆祝大会 正由大会的主席来致辞 而在今天稍早在上午的9点钟 在总统府内也举行了中书 庆祝92年国庆的庆祝仪式 而在庆祝仪式当中 陈水扁总统也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接着我们就来聆听陈总统他的谈话内容 拼经济和大改革的两大施政方向 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台湾变得更好 让人民过得更好 因为民主改革是只干 民生经济是数月 两者则兼才能够让台湾之壮夜猫 进步繁荣 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 政党轮替之后 民主改革的机会之门虽然打开 但是阶线的改革制度 却是遍地荆棘 新政府在前面除旧不新大刀共武改革的过程中 随时都要遭遇旧势力无所不在 无所不用其己的牵制和反扑 可以说是倍感艰辛 加上时间跟民力对改革的趋策如此的迫切 我们确实曾经因为急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相应的准备不足 一度出现挚爱颠簸 但是在不断的反省调试之后 我们已经站稳了改革的脚步 从结果性的改革来看 民主的深化 必然是最重要的一项基础工程 过去三年多在 坚对国家化 情治法治化 保障基本人权 扫除贴金 政治等各项工作 都已经拙然有成 特别是少数过去人民 深恶痛解的黑金政治 无论是素贪或者茶位的侦办 起诉审判 这几年都有具体可见的成像 显现政府杜绝黑金政治的坚定决心 因为我们相信 唯有彻底斩断黑金政治 盘根错节的经脉 才能够为民主政治确保向上提升的根基 过去民众一直寄望 最深的教育 司法 政治 金融 媒体等重大改革 如今都解脱了老旧的枷锁和政党的前置 环林改革应有的自由空间和公共讨论 政府也对于民意的呼声提出相应的政策作为 我们相信所有的改革只要摒弃一档之师 兼容社会的多元意见 相信民族坚定改革最后都能够找到最好的触路 从振兴经济来看 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已经逐步看到令人振奋的成果 今年以来 无论是股市房市都在稳定的成长 市场的消费日趋活络 经济回春的景象有目共睹 最近公布的景气灯号 已经出现联系两个月的立灯 专家并预测 未来半年的景气都将维持在平稳的立灯之上 此外在我国今年7月份跟8月份外销订单金额上 都分别创下历年来单位最高和次高的记录 台湾经济复苏的力道 正在逐渐的壮大之中 平原要再次的强调 拼经济和大改革是一体之两面 只有坚定不已的持续各项改革 才能够扫除过去所遗留的 承拼击毙 让我们前述前效的推动台湾政治 经济的转型跟升级 如果将拼经济和大改革比喻为台湾前进的两个轮子 那么县政体制的改造工程无以示支撑 整部车子的股价支出 过去这几年 朝野政党和社会议论都曾经一再的主出 现有的宪政架构 及其所规范的政府体制 无法满足台湾现实的需要 过去历次的修宪 因为缩限于特殊的时空环境 只能够针对特定的议题 及部进行调整 不但没办法实现完整的宪政规划 更留下几多未解的问题 严重影响到民主的品质 跟政府的效能 身为中华民国第十任的总统 我有历史的责任 更有义务要面对宪改的严肃议题 团结台湾2300万人民一起来 催生新现化 让台湾成为正常 完整伟大的民主国家 宪政改革要成功 必须要结合人民的意志 政党的共识 以及宪法专家的参与 三则缺一不可 我们不会重蹈过去执政者 一党主导修宪的负责 而最后完成的新宪法 也必须交由全力人民 透过公民投票的方式 来共同决定 回顾20世纪的历史 台湾人民曾经凭借着对自由民旨 和人权的信念 坚持对公理正义 以和平的追求 成功的解开战源体制的注目 推动国会的前面改选 跟总统执行 最后以政党轮替迎接一个真正民主自由 国家的诞生 在民主推进的过程当中 过去曾经被视为洪水猛瘦的政治禁忌 如今都已经成为台湾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个人相信 只要我们秉持着对民旨改革的坚持 对台湾人民的信心 21世纪的历史 必然会证明未来的宪改工程 将是台湾民主另一次重大的胜利 各位嘉宾 各位伙伴 新世界的台湾 正在跨越一道又一道 看不见的门槛 通过一层场 艰难的讨厌 最后将通往民主自由 进步繁荣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们对2300万的人民有信心 因为相信民主 相信改革 所以我们相信台湾 各位观众 那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 陈水扁总统在今年早上 也就是在总统府内中枢 纪念中华民国92年双十国庆的重要谈话 那么在稍后呢 陈水扁总统同样会来到我们大会的现场 那么同样也会发表一段重要的谈话 目前整个大会所进行的程序呢 是要进行的是青年代表朗读的部分 在今年在国庆大会当中 那么进行青年朗读的四位代表 分别是在市新大学 阳明大学 台北市师范学院 以及台北大学新政系的 这总共有四位学生 而他们今天所朗读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 他的名称是站在玉山上 和定谎推药 ums 拉真 可以 然后 外国庆 偈 dealer 狗书 日本 durant 纸 la 蟘 Nab 台狼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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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心穆,比時光對傭熊 喜悅你 萬聖月中心跳 不必如此 雖然liamo山 sk櫃 没有过往出发了的场 是剑 是剑 剑不断起点 站在湖江山脉 吾尔中山号的剑不承受 剑不承受 无巨碑 占一剑外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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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访问团来参加庆祝大会 这也是在以往所相当少见的 在今年的庆祝大会 主要是以团结和谐 感恩惜福 藤爱乡土 还有七星再造国家的新契机 作为主题 因此今天整个的活动的内容 都安排的是能够充分展现 台湾情 台湾心 让大家能够充分感受到 台湾这块美丽的福尔摩沙 它所发挥出来的振振的生机 目前陈水扁总统 已经历临大会的会场 即将要发表重要的谈话 池水扁总统及夫人 目前已经立临了会场 而在会场也响起了 阵阵总统好的声音 今天台北市的天气相当的晴朗 因此在画面上 观众朋友应该可以体会得到 今天在台北市的温度 也是相当的高 不过每个人内心也都是热烘烘的 因为今天正是我们中华民国 国家一个重要的节日 大会主席 第五位王院长 我们在这里共和国总统 讲的河下 也我们的共和国总统 没准是河下及夫人 礼物总统 各位友谈及代表团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先生 亲爱的国人和方 大家好 今天是中华民国 九十二年的国家 昨天要感谢迪到何来的 各国嘉宾 我们跟海外的洪招共和关系 祝福我们的国家 深度是外来的 我们总统已经 国家庆典的所在 就是连续 曾经是 独立时代的 总统 和后有长达四十年的时间 这里是危险戒严的象征 如今 所有的台湾人民都知道 这里是 完全民主台湾的空间 叫做 台达德兰大道 我们严重民主的 也来与民 取代过去 威胁 崇拜的主要 因为我们严重相信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民主才是 永荣的价值 公元两千年五月二十日 台湾人民旧 民主的能量 使用地域性的政策 民主的能量 就在这个地方 前世线 和我们一起建政 华典社会 所处的政权和平转移 在令人羡慕的经济气息之外 在两千三百万人民 所抵达的民主资旧 努力的更加世人 经验动作 从殖民统治 走到威胁戒业 在迈向完整的族有民族 过去的这一段历史 回夹起来不够是一家族的时间 然而 曾经有几个世代 无数的个人 在这一条民主的路上 碰陷 牺牲 因为上一代的人 不断地为民主贷入 过代的祖孙才能够自由自在地享受民主 除其民主的棒子 改革的责任都在我们这一代的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勇敢地承担 让人家变得更好 让人民过得更好 这是政府施政明确的目标 也是国人传播共同的业务 各人在今年的年初 提出PET大台的两大批准 过去这一段期间 选择的众政团队可以说是肩肩肺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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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肩肺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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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所以逐漸的脫胎贊股,重新站稳了经济成长的小夫妇,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够选择办法,因为人员的期待仍有一段距离,所以政府拼经济的小夫妇丝毫不敢忠信。 不认识金融改革划备工法,提高扶行校囊,改善投资环境,都必须在自有的机器市场促进强化。 虽然改革维持规有阵重,也不可能一直看待自己,但是经过深远的坚持,民众已经见看到努力的成果, 包括国营事业转推运营,大高雄必须水平的改善, 比如高速公布雪山最高党,以及中部科学研究社设计,等重大建设的进步。 市政组国营事业转推运营, 市政组国营事业转推运营, 除今各位政府的执行力和意志力做了最合的进行。 亲爱的国营帮,景气护士的迅向后来越危险, 理大越来越厉害,最主的日子我们已经进入, 我们相信,在过一段时间, 民众就能够直接改变到经济复苏的成果。 因为客观的四季,国际的严皮实践看到台湾, 我们自己更应该相信台湾, 没有理由再坚信少数的人参观台湾。 除了强化台湾的经济体质, 提升产业健身力之外, 面对两岸基贸的方法, 我们仍然一贯公司宣言台湾。 作使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原则, 全力促进两岸基贸关系的正常化。 不久之前, 各年提出两岸基贸的一个目标, 积极三国而为。 尽管,也有积极三个回应, 但是,我们仍然继续就操持在我的诚问, 继续鼓励。 政府的两岸基贸的平衡办法正式公布, 并且政府提出后院电梯化的政策展。 各年相信, 在明年总统大点之后, 两岸基贸的方法比达能够卖设计的, 很前进的极面。 过去三年, 政府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以下则是非常坚定, 不无前进的基本件。 因为我们继续的两岸之间永远处在活动作版, 和平民们, 要打开合作中文就应该方向, 所谓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政治方向。 要打开合作中文, 更应该放弃对台湾人民的武力威胁和国际打压。 身为国家的领导人, 各人必须安慈和同意, 支持台湾的勇气发展。 台湾人民币对自己有信心, 对台湾社医院的地球信心。 除了对自己没信心, 对台湾没信心的人, 才为十分霸权, 为全球。 尊重霸权, 甚至, 假这样的努力威胁和白亂要求, 市委台湾人民必须接受, 属于一个中国的先决条件。 那边相信, 历史一定会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 和平一定会站在台湾人民这一边。 就像今天所演大而来的友邦民主, 实际, 代表团及贵宾, 代表国际友人对自由民主的支持, 对中华民国及台湾人民的支持, 个人要再次代表政府和人民表达由衷的感谢。 长期以来, 台湾在国际社会一直有具体的角色范园, 不只是因为我们积贸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断的恐怖, 民主自由的圈迹。 有人说, 接受所谓一个中国台湾可以换来更大的国际空间, 事实上, 如果放弃对主权的坚持, 放弃民主自由的根基, 台湾不但没有身份加入国际组织, 在国际社会也将无立足之地。 亲爱的国人同胞, 尽管我们曾经遭遇许多的挫折, 未来也将面对更多的挑战。 在庆祝国家生日的今天, 阿扁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相信民主, 相信改革, 相信台湾。 数百年来, 不管是原住民开天闭地的传说, 唐山, 过台湾的血泪心酸, 或者随着战乱离乡背景的一带, 最后, 我们的根多多在这一块的土地之上。 这里是, 我们和后代子孙要永远安身立命的所在。 互足还总, 安居乐意,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 但是没有的愿望, 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必须要靠我们不断的坚持, 不断的努力。 相信自己, 相信这一块土地, 就能够为我们带来无限的力量。 相信台湾,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最后, 敬祝中华民国国印长龙, 全国同胞和各位嘉宾, 健康愉快。 现在, 让我们一起棘手靠屋。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先生, 请起立。 各位贵宾,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先生, 请起立。 各位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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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主义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台湾人民万岁, 台湾人民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万岁, 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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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宇, 狄愉快。 好的 各位观众 那么有关于中华民国 92年的进驻大会 国进进驻大会 在目前为止 整个的最重要的部分 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那么紧接着登场的 就是一些表演跟游行活动 那么在刚刚 陈云敏总统的重要谈话当中 也再次谈到了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陈云敏总统曾经提到了 要振兴经济的大改革 拼经济 而到目前为止 我们政府跟民进的 共同努力之下 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同时在谈话当中 陈云敏总统也一再地 呼吁我们所有的民众 不但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相信政府 更要相信台湾 同时在谈话当中 陈云敏总统也再次 呼吁海峡对岸 能够放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并且避免在国际的场合当中 去再次威胁台湾 打击台湾 那么这是陈云敏总统 在谈话当中的 几个重要的内容 在接下来登场的是 今天的游行表演部分 今天总共有七项节目 包括了有国立台湾体育学院 所提供的龙腾玉山 五月台湾 还有来自我们的非洲友邦 甘比亚 马来威 两个国家的舞蹈团 以及文化团的表演 此外还包括了高雄市的 私立树的家商 跟国立的观山工商 高雄市私立三姓家商 以及民间团体太极门的 气功的养生表演 除此之外 为了庆祝民国92年的双十国庆 在今天除了我们上午 为您所转播的庆祝大会之外 在今天还有很多的庆祝活动 包括了今天晚间 在中正纪念堂 所举行的国庆酒会 还有在总统府兼广场 也就是凯达格兰大道 所举行的国庆晚会 另外在一个 大家最喜欢看的 就是在桃园大西 今天晚间 有国庆烟火的表演 你们要看烟火的话 我们需要提醒您 必须要早一点出发 因为从下午的两点钟开始 在桃园大西当地 就要进行交通管制了 所以说您在前往 看烟火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在交通上的安排 那么根据统计 今天来参加我们国庆大会的 总共有包括了 驻华使节外宾政府首长 跟硅谷的侨胞 人数相当多 也相当的踊跃 虽然今天天气是有点热 但是大家的心情 还是非常的快乐的 除此之外 在今天参与全国大会的 居民跟侨胞 也估计大约有八万人左右 所以今天的场面 可以说是相当的盛大 那么接下来 所要进行的就是一些表演的活动了 那么在陆陆续续的表演活动当中 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再次感受到 大家庆祝国庆的这种欢乐的气氛 在刚刚大会当中 我们的侨胞代表致辞的部分 相信很多国人朋友 在这个部分应该都记忆犹新 因为在去年的国庆大会 侨胞代表致辞的时候 当时所邀请到的是一位 已经高龄81岁的 旅居日本的侨领罗王明珠女士 当时她在致辞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太过兴奋了 因为她本人在日本 也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说在带领侨胞代表致辞的时候 不但忘了词 甚至还用日本话来致辞 那么当时在国内 是引起了一些很多不同的看法 因此在今年的侨领代表致辞 就特地安排了旅居美国的一位 理性的排侨代表来致辞 同时侨领会也特别的慎重 来安排这位理性的侨领 是做反复的彩排来背诵讲稿 以免临时再有任何的状况出现 不过从今天状况看起来 这位理性的侨胞 他在代表所有的侨胞致辞的时候 表现是相当的称直的 现在整个大会的表演活动已经开始了 首先登场的是台湾体育学院 所单纲演出的龙腾玉山 五月台湾 在这项表演当中 国立台湾体育学院 它是以台湾民间正义当中 常见的跳鼓车鼓 还有闽南舞蹈的七响 来编排今天的表演 同时要让大家感受汉人的气势 嘹亮的歌声 轻快的舞步 他们所展现的是丰收的时刻 以及对于神奇的感谢 为我同胞祈求年年风调雨顺 万世太平 全国立档工程 为住学者 全国立档工程 为住学者 全国立档工程 为住学者 川普国立档工程 为住学者 山寺 vous cig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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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比亚这个国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国与甘比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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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